接下来是我们独家掌握的讯息 又出现了国道螃蟹哥吗 前天台视新闻为您报道 有一辆小货车呢 在国道上的收费站前连跨了11个车道 而现在又出现了在国道上有小客车 想要下交流道 结果呢他开过了头 没有想到他硬是从内侧车道 横着切到了外车道 而居然还想要后方的游览车 倒车让他过 这个游览车的女驾驶呢 他气得当场回骂 在高速公路上还没听说过 有人要倒车的 这位螃蟹哥也太离谱了